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邦小安姐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白色网面鞋 这种鞋百搭穿起来非常好看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不耐丧 如果清洗不到很容易表面发黄起毛 那么今天分享大家一个清洗网面小白鞋的方法 赶紧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清洗白色网面鞋一定要注意这几个实项 否则你的鞋怎么洗都会变黄 一不可以用洗衣粉和肥皂去洗 因为肥皂和洗粉还没 没经过太阳晒就会变黄 导致鞋恢复不了最初的样子 第二不要用硬刷子去刷 因为网面鞋的材质大多都是纺织的棉料 硬刷子去刷呢 很容易把鞋刷起毛而变形 来看看正确清洗方法吧 首先我们往鞋面上挤入中性洗击剂 这样对鞋面刺激性小不易变形 接着再挤入白色牙膏 压膏去污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还有增白剂 我们用牙刷去刷鞋面或者是软毛鞋刷 用这个方法去清洗鞋面呢 不仅干净还不伤鞋面 我们要全部刷一遍 然后再把鞋子浸泡在水中 让鞋子完全浸透 再去刷一刷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脏的鞋子刷一刷是立马变心 最后把鞋子用清水再刷一遍即可了 清洗干净后 我们将鞋面包裹厚厚的美生纸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样很快就会干了 你也试一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洁网面小白鞋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和分享 也可以关注我 观看更多生活妙招 我们下期再见